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美国公民的配偶 旅卡持有人的配偶 美国公民的父母等等也都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这些说到的是在美国境内申请旅卡交485 如果是在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办理移民签证的 我们也见到不止一个例子 有这种情况 那么申请人因为过去的党员身份被要求充更多的材料 可以想见这个事情在中国也更普遍 因为在中国每十几个人就有一个党员 那么在大学毕业生里 在城市居民里 在有干部身份的人里面 在国企等等 这个显然呢 跌比会更高一些 我们在这里呢 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处理我们的一些申请 这些485申请呢 有的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联系我们准备了statement顺利通过 更多的呢 是有的在被拒以后 联系我们 或者提交了上诉 Motion 或者呢 是重新提交了申请 或者呢 是在收到RFE 或者NOID以后提交申请的 我们呢 这个YouTube频道里面呢 也有若干其他的视频讲到 这个美国绿卡申请中的党员问题 那么一般呢 移民局的相关法律是怎样规定的 有哪一些重要的例外 exceptions 对于申请人来说 有可能适用的 可以用这些例外 然后呢 来说明 那么为什么自己符合美国绿卡批准的条件 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外呢 叫I601 就是说呢 如果你自己的孩子是美国公民 比如说你有在美国出生的孩子 不管你是孩子的父亲还是母亲 或者呢 你的配偶是美国公民 或者是有绿卡 或者包括你的兄弟姐妹是美国公民 或者有绿卡 如果符合这些条件 就叫你有近期 closed relative 那么是US citizen or permanent resident 你可以提交一个叫I601豁免的申请 这个我们也有视频专门讲过 那么对于一些申请人呢 符合I601的条件 有的时候呢 移民局也明确要求 申请人交这个I601 但这个呢 不是必须的 也有其他一些申请人 没有交I601 也取得了绿卡的批准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一些例子 第一位呢 有一位申请人呢 他这个I485收到了RFE 然后呢 在回复RFE的时候呢 他解释了过去党员身份的问题 没有交601 这个回复呢 是今年2019年3月15号提交的 提交以后不久呢 在2019年的7月2号 取得了485绿卡的批准 下一位申请人呢 他收到了一个预备拒绝信 然后他回复的时候呢 同时提交了I601 这个回复呢 是2019年的4月12号提交的 I601先被批准了 在2019年5月13号批准 然后呢 I485呢 又等了一段时间了 可能和排期有关 是在2019年8月28号批准的 下一位申请人呢 他这个I601呢 是在2019年10月2号提交的 I485呢 晚一天提交 在今年的10月3号提交 这里有一些具体的这个原因啊 就是先交的I601 然后交了I485的回复RFE 就有一个程序上的要求 然后呢 这两个呢 是在同一天得到了批准 在提交以后一个多月 2019年的11月19号就得到了批准 这都是一些比较近的例子啊 今年的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呢 这个申请呢 也是在今年交上去 有的现在还在判定 这里头呢 有的是601还在审理 另外呢 然后排期呢 还分成两套 所以有的人呢 这个申请虽然交了 把485交了 但是呢 还没有到处理时间 所以呢 申请还在判定 有一位申请人呢 他这个601呢 是今年2019年的8月提交的 485的回复RFE也在同月提交 接下来呢 他这485呢 在上个月 2019年11月 也就是回复提交以后 三个月得到了批准 下一位申请人呢 他在2019年的7月 提交了他的I601 三个月以后呢 在10月28号得到了批准 然后呢 他的485呢 因为现在在等排期 所以呢 还没有批 在601批了呢 应该就没有党员身份方面的问题 下一位申请人呢 他在2018年去年的10月 提交了I601 然后呢 也提交了485回复RFE 601呢 在2018年提交以后不久呢 移民局给他确认 说这个叫ease result 问题解决了 I485呢 又过了一段时间 到排期到了以后呢 在2019年7月得到批准 下一位申请人呢 485 原来是自己提交的 在2017年12月呢 被拒了 然后呢 联系到我们以后呢 提交了Motion to reopen 是在2018年的1月提交 同时呢 也提交了I601的申请 然后在提交了这些申请以后呢 601在两个月以后 2018年3月得到批准 485呢 因为体检等等方面的问题 拖了一段时间 移民局要求补充了体检的证据 然后在2018年底得到了批准 下一位申请人呢 他在2018年的1月收到了这方面的RFE 关于485 那么联系我们以后呢 在2018年2月提交了回复 然后同时提交了601 601和485提交以后两个月 在2018年4月 4月9号得到了批准 下一位申请人呢 在收到I485这方面的RFE以后呢 在2018年3月提交了回复 但是呢他没有提交601 因为个人原因嘛 就是他不符合601的条件 然后后来呢他还又申请了O1 顺便说一下 在485判定期间 当时本来没有其他的身份 只有所谓AOS的欠证身份 就是说呢 485判定了 别的欠证身份已经过期了 但是收到了485的RFE以后嘛 申请人有些担心 所以想要有一个Bike Hub的欠证身份 然后呢他也申请了O1 顺利批准了 然后接下来呢 他这个485的回复RFE呢 是2018年3月提交的 提交以后5个月 在2018年8月得到了批准 下一位申请人呢 我们给他提供了这个电话的咨询 因为他的485表上呢 本来呢写错了 问他是不是党员问题呢 他本来填写的是No 后来呢快要面谈的时候呢 他想起来说啊 这一点写错了 联系我们以后呢 提供了电话的咨询 然后呢他在面谈当天呢 给移民局解释了一下这个情况 顺利得到了批准 这个批准呢是在2019年的5月 下一位申请人呢 他也是过去自己交了S85 在2017年呢被拒了啊 然后呢他原来呢有这签证身份 这时候也早已过期了 后来他联系到我们以后呢 过了一段时间 在2018年提交了新的S85申请 这个是重新提交的 因为他FileMotion的这个时间 Deadline也已经过了 重新提交了S85以后呢 我陪同他去了Interview 然后呢提交了新的Statement 这位申请人呢也没有孩子啊 所以他也不符合601的要求 他的S85呢最终在2019年 也顺利得到了批准 下一位申请人呢是另外一个情况 他是入籍的啊 因为呢入籍的时候也要问到党员的问题 他提交了入籍的N400申请以后呢 移民局也发了RFE 要求补充更多的材料内容信息 然后呢找到我们以后呢 我们在2017年的10月 提交了这方面的回复和解释 提交了一个Statement情况说明 然后呢申请在2017年11月得到了批准 下一位申请人呢他在2018年的6月26号 提交了I-485的Statement 是在Interview的时候啊临时提交的 然后呢他的Interview呢也顺利通过了 他现在呢还在等他的排期排到绿卡批准 下面呢我们给大家举了十几个例子啊 都是这个过去一段时间 申请人在不同的申请的Stage 遇到一些问题 因为过去的党员身份 然后呢在提交了说明以后 不管有没有661都是得到了批准的情况 当然有的因为排期没有到还在等 但是呢这里面应该在Interview啊 党员问题啊都没有问题了 有的485虽然没有批 但601已经批了 除此以外呢在过去这些年里呢 那我们也还为其他的申请人处理了同样类型的问题 包括有的申请人 因为是美国公民的父母嘛 有好几十年的大不了 也有呢说担任的干部 当然这样比较少 大部分嘛是一般的科研人员 知识分子 专业人士 工薪皆操 那么除此以外呢 那我们还有其他的客户呢 有一些人都是在申请的时候 一开始申请485的时候 就联系到我们 那么就提交了合理的 明确的 一定具可以接受的statement 这样呢他们的485就顺利批准了 没有这个RFE NOID Denial 这个过程 一般呢也用不着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想强调一下 就是说那我们也知道 在中国嘛对吧 前面已经说过 每十几个人里就有一个党员 很多人呢在学生阶段入党 这个呢 有的时候不一定代表 意识形态方面的什么重大意义 当然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此前也有其他的视频 在IP参考 简单来说 这总结的建议呢 就是说 首先嘛呢 我们当然不建议隐瞒 是吧 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实话实说 然后呢 可以提供合理的解释 这个美国移民局 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前面已经看到 这么多的例子 是吧 那你提供一个reasonable 基于理性基础的解释吧 我们也前面讲过 比如说 你说很喜欢美国 想待在美国 这个呢 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一个basis 不是移民局接受的解释 但是呢 那你如果说 讲到符合移民法 或者判例等等 其他的这个规定的一些exceptions 那么解释说你个人的情况 为什么符合这些例外 那么申请应该是可以得到批准 那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我们办理国的一些党员 爱485旅刊申请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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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